如果现阶段你是要买它来 replace 你的window laptop send document edit或sl powerpoint 那么这个平板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用于entertainment的话 更加不用说 拿来看CG 绝对是很棒的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杰哥 今天要为你们开箱的就是realme pad 2 在开箱之前哦 对 它还有出realme box A5 但是这个我们先放一边 它的设计其实每一代都差不多了 我不知道我在挖什么 颜色方面就分别有绿色跟灰色 它就做了拉丝法纹处理 跟下半部也是采用磨砂的材质 手感方面是很不错的 滑滑的采用立边设计 整体看去很薄一下的感觉哦 看去如此的薄 有一半的原因是 它的屏幕不是采用嵌入式的 它会比边框稍微高了那么一丢 因为黑色的关系 显瘦 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就是realme pad 2 的整体用户体验 在spec方面我只是大概带过 可是更多的是有关它整体的用户体验 到底如何 首先外接设备 你可以连接无线keyboard 无线mouse 无线蓝牙耳机 同一时间三连都没问题 由于它是采用USB2.0 是可以读取PenDrive版 不能支持Donger 比如说TiC Hub 或者是HDMI投放 realme pad 2它是不支持有线的方式去connect的 它只能通过无线的方式 比如说你家的4智能电视机 再或者你有Miracast Chromecast 去做无线投屏就可以 在屏幕方面配备了11.5寸 还支持2K分辨率 还拥有120Hz高刷配置 还有11色调效 那来看戏的话 的确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就差是IPS LCD的材质 当测看左右的时候 你会看到反光效果稍微会略强一些 那么在它的UI如何呢 首先它是采用realme UI 4.0 有针对平板做出一些优化版 不是优化到很专的那种 没有专业的PC模式 但是在它的服务窗双开应用 就做得非常好 比如说现在我们打开TikTok 这个我也要讲一下 它部分的应用程序呢 是不支持Landscape的 变成我们就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开到上面 直接做成一个Flob Widow 那么你才可以做一个Landscape的操作 好像Shopee的话也是一样问题 它不支持Landscape的 不晓得是Lazada优化还是 应该是Lazada优化吧 如果是realme有优化的话 就会针对所有的Apps呢 只要一开就会强制Landscape So I think是应用上的优化 除了这个Flob Widow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侧面开启捷径 可能我们现在打开计算机 或者是我们拉出框外 我们开一个半屏模式 然后再打开另外一个应用 我们就可以做三个应用 在同一个屏幕里面操作 还可以将最常开的双开应用 Save起来做成一个Split Screen 它就会Save在你的主页面 当你要操作的时候 你只要点开 它就直接打开这两个应用 那么你就不用单独去操作 假如你要切换应用 你可以通过快捷方式 常按你要的应用拖拉到屏幕 你就可以做切换应用的操作 无论是服装或者是半屏模式 所有的应用呢 几乎都能支持 好顺便要跟你们介绍一款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用到啦 这个拿来看戏真的是很好用 你可以拿来看电影电视剧 而且电视剧全部是 非常的新 更新非常快 还给你高清视频 episode全部都跟你排美美 你要看哪一集 你就点击哪一集 在loading方面特别快 虽然说这个应用呢 也不支持横屏 但是当你打开好 你要看的戏 你按放大 它一样是能横屏操作 在loading方面 buffering也是非常快的 而且画质都是很高清 这边它会有推荐界面 最新的电影 电视剧 动漫卡通节目 综艺节目 儿童频道 等等的电视剧 都可以在里面一览 无疑它的影片库存呢 多达20多万 你之前的话是10多万嘛 现在应该去到20多万了 在画质方面呢 它会优先挑选高清画质 电影电视剧看映耀 你要看直播的话 它还有TV live 在这边你可以看8频道 8度空间 寒布朗 有的没有的 都可以在这里观看 而且电台不只是局限在新马两代 包括台湾、香港、USA、中国、Korea、Vietnam、Tailand 通通都有 目前 安卓无论是平板或手机 都能安装使用 如果你要测试的话 你也可以到我下方的链接和客服 索取一天试用 除了是安卓平板跟手机 当然电视机也能安装 再或者是你的旧的电视盒 要安装这个应用程序来使用的话 也可以 旧的电视盒 假如那些电视联系区全部都已经不能用了 找厂商又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try一下 去到主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bar 这一个分界线就是 最新开过的三个应用 会顺序排放在这一项 你可以快速点击 回到应用程序里面操作 在输入语言方面 它会有一个建议栏 在你输入的地方下面 时候是比较容易去审核 假如你要通过屏幕方式去输入的话 你就要关掉你的keyboard 它就会弹出这个扶窗 或者你要更大一点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到下面 整个keyboard就会显示在下方 那么在性能表现如何呢 首先它是搭载联发科技99处理器 拿来出用 应付WhatsAppDocument EditWalkSL Powerpoint 这些都不带问题的 即使你要拿来玩那种大型游戏原生 都OK 可以顺畅操作 但它的表现不至于不掉针的那一种 它里面还支持内存扩展 最多能提升8GB 更重点是 它的续航是很给力的 因为它里面是配备了 8,360毫安 普通拿来看戏 都可以看上10个钟 玩游戏的话 都可以坚持5到6个小时 再加上它还支持了 33W SuperWatt闪充 在无线网络 它还能插4G卡 也能兼容SD卡 realme Pad 2 目前在大马有两个配置 6加128跟8加256 分别是1299跟1499 我们来做个总结 realme Pad 2 它就是一个比较规矩的安卓平板 如果现阶段你是要买它 来replace你的window laptop 那么你不要看它 因为它是不能完全支持 window所有的APP 打个比方 Walk SL Powerpoint里面的 Function 只有window是完美兼容 对于安卓的话 已经cut掉很多Function 属于最简约的版本 跟手机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要拿来 普通Send Document Edit Walk SL Powerpoint 只是Edit 不是做Function 或者Formula的话 那么这个平板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用于Entertainment的话 更加不用说 拿来看戏追剧 绝对是很棒的说 因为刚刚忘记跟你说 它还有4颗扬声器的 拿来看戏 它的画质不但好 音质也给到你 就差没有3.5mm耳机孔 如果你对音质上 还有一点点要求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 它这一次新推出的 Realme Box A5 深海蓝的配色 磨砂的材质 打开的时候 就会看到 bling bling的两颗耳机 还是一个水滴型耳机 长时间佩戴更舒适 里面还拥有 6颗麦 分别是3颗跟3颗 用于Noise Cancellation反馈 频率最低可以去到50dB 再加上它拥有12.4mm Mega Titanism Driver 在声量的确是很大声 中音输出 沉稳Bass感还不错 整体的体验算是 属于比较中上级别的耳机 至于它的售价 我就不大肯定了 你可以去Realme官方那边 了解更多详情话 so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 so 的Mr.Jegger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